情人转正 迁出博士贪官 金钱是个好东西 没有人赚多只会赚少 然而 偏偏有特例 重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人 身为听官的未婚妻的软情 偶然得知未婚夫有笔巨款后 吓得竟然隐姓埋名逃逆到北京 并变身为一个网络性爱天使 通过一夜情来缓解心理的压力 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巨款 竟有如此威力 把软情吓成这样 软情又为何会做出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呢 2007年12月下旬 冯大纲与软情在一次饭局中邂逅 顿时擦出了火花 十年42岁的冯大纲 是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性官员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参加工作后 从业务能手做起 一步步走向了领导岗位 先后出任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区管委会主任 总工程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然而 在官场如鱼得水的冯大纲 却在情场上屡屡失忆 他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此后 冯大纲一直坚持独身 直到软情的出现 冯大纲哭记的心胡才激起了阵阵涟漪 因为工作的关系 冯大纲经常深入到辖区各个单位视察 为了拉拢这个实权人物 重庆是一家工程咨询公司隆重设宴招待 素有酒厂女侠称号的公司合伙人软情出席陪同 十年三十二岁的软情不仅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 同时 他也是重庆一所大学经济学院的副教授 他技术入股这家公司 利用业余时间在商场打拼 软情和市面上那些妩媚少妇不同 有着独特的知性魅力 在宴会上 软情高雅的气质与叱咤商海的干练作风令冯大纲眼前一亮 软情也从冯大纲灼热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 许中人散时 两人心照不宣地互相留了手机号码 软情的热情款待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冯大纲利用职务之变 为软情所在的公司介绍了三单业务 软情心知肚明 与博士听官打得火热 有了前期的铺垫以后 冯大纲发起了凌厉的攻势 开始与软情频频优惠 令冯大纲意犹未尽的是 虽然软情每次爽快赴约 与他痛快喝酒 甚至搂搂抱抱 但是 无论冯大纲怎么暗示 软情都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 有一次 冯大纲借着醉意 在一阵拥吻后 粗鲁地伸手去截软情的衣服 却被软情用力地推开 你这样欲赢还剧地掉我胃口 究竟是为什么 冯大纲困惑不解 我怕 软情终于吐露了他显为人知的情感经历 家住重庆的软情 身材高挑 容貌出众 研究生毕业后 被重庆一所大学经济学院聘为教师 与此同时 软情与初恋情人结婚 四年生下了女儿 软情在评为副教授后不久 夫妻间便出现了裂痕 最终离婚 后来 软情和学校的一个教授再婚 和冯大纲认识的时候 他刚刚新婚不到三个月 我刚度完蜜月不久 怎么能给老公戴绿帽子呢 在强调自己是有福之父身份的同时 软情对冯大纲明确表示 他不希望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出现波折 听了软情的解释 浴火焚身的冯大纲并没有助手 他听说软情是炒股能手 第二天 便提着十万元现金交给他打理 你帮我操盘吧 亏了算我的 挣了我们平分 见博士听官如此信任自己 连张收条也不大 软情便对他多了一份好感 他哪里见过如此慷慨的追求 在冯大纲许诺不打扰他的婚姻的前提下 他接受了冯大纲 因为担心自己越陷越深 更害怕自己的出轨 被第二任丈夫发掘 软情想到了一个脱身之际 他以介绍女朋友为名 不断将身边的美女朋友往冯大纲怀里推 但是都被冯大纲挡了回去 软情只好继续半推半就地 跟冯大纲上演着风花雪月的故事 那时候 冯大纲还是单身 身边人见他和一个已婚女人打得火热 暗中嘲讽冯大纲 真掉价 更有人讥笑冯大纲是百年一遇的听官二爷 对于背后的指指点点 冯大纲并不在意 依然一往情深地与软情缠绵 软情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哪里知道 在冯大纲痴情的背后 却藏着深不可测的玄机 随着婚外情愈演愈烈 软情对丈夫最初的那份愧疚之心 渐渐地平稳下来 原来 软情的第二任丈夫 裴红中生性老实 一心埋头于研究当中 他们的家在校外 虽然同处一座城市 但裴红中每逢周末才会回家 平时就住在校内的宿舍里 对交期的变化毫无察觉 当软情的绯闻满天飞的时候 唯独裴红中被蒙在鼓里 软情利用这个时间差 经常与冯大纲同床共诊 2008年6月 软情朱胎暗结 他分不清孩子究竟是丈夫 还是情夫的骨肉 犹豫再三后 软情悄悄地到医院做了人流 以免今后分娩出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冯大纲无意中发现了 情人流产的手术单 满眼柔情地向软情保证 再也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无辜地躺上手术台了 当天 冯大纲便买了一支钻戒 单腿跪低地向软情求婚 软情吓了一跳 我是有福师傅 怎么嫁给你啊 我可以一直等你 心生今世 非你不娶 冯大纲常跪不起 软情收下了订婚戒指 在他看来 冯大纲求婚只是想借此表达爱意 并无谋求他转正之意 因为冯大纲曾多次向他表白过 愿意永远无怨无悔做他的二爷 正因为如此 软情才放下心理负担 玩起了婚外情游戏 然而几个月后 一桩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 改变了一切 2009年2月14号 情人节这天 软情正在家中与冯大纲翻云覆雨 丈夫突然破门而入 把他和冯大纲捉肩在床 面对妻子干下的好事 知识分子出身的裴红中 没有教训赤身裸体的奸夫 也没有殴打妻子 他丢下滚蛋两个字后 摔门而出 一周后 知识的软情便与丈夫走进了民政局 为了弥补对丈夫的亏欠 软情选择了净身出户 把财产 划在了裴红中的名下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第二次离婚后 软情在博客中 记述了被老公捉肩在床的离奇之处 2月13号 裴红中的爷爷去世 他当天赶回乡下老家奔丧 按照当地的风俗 晚辈应该在老人安葬期间的三天内 一直在领前守孝 裴红中 怎么可能从天而降啊 领了离婚证的当天 软情便告诉冯大刚 自己已经离婚了 想搬到他家和他一起住 冯大刚张开双臂 接纳了软情 同时 为了改变自己听官二爷的身份 冯大刚特意放了一挂鞭炮 以示庆贺 照告他现在 能和软情名正言顺的恋爱了 面对冯大刚的痴情 软情心中的阴霾 也一扫而光 不久后 在冯大刚的追求下 软情准备和他结婚 成了他的未婚妻 软情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付出再多 也是值得的 然而 软情哪里知道 那场桌奸的闹剧竟然是冯大刚一手策划的 情人节当天 冯大刚和软情在他家里喝得明灯大醉后 用手机给软情的丈夫发了条信息 告诉他的老婆在家偷情 封大刚摸清知识分子死爱面子的心理 他精心策划被人捉奸在床 目的就是为了瓦解软情的围城 然后和他结婚 在和软情接触的过程中 冯大刚发现 软情是个理财高手 此前 软情曾将他给的钱在股市里翻倍了 正好可以利用他的智慧 帮他把手中的赃款洗白 而且软情的身份也配得上他 不出所料 裴红中按照冯大刚设计的那样 一步步把软情送进了他的怀抱 这些秘密 软情哪里知道 那么 接下来 冯大刚还会有什么计划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